优久历史 给宁夏积攒了无数的文化碑堡 而固园留存其中 诸如古长城 老巷子 虚拟山士窟的一众户迹 长阳其间 一定能感触到 古长城 民族文化融合 以及光阴在此留下的斑驳痕迹 而古城街巷里 各种充满烟火气的美食 则令人流年忘返 只让人想家 对于初来宁夏的游客而言 风雨的牛羊肉大餐 总需要慢慢消化 而在遇上一席隆德暖锅时 大家围坐而食 旧餐的画风 就此呈现了亲切 熟络 儒家 暖锅用料极为丰富 且全部来自故园地区 隆德的土猪肉 西极的土豆 六盘山区的蚕豆和蔬菜 食材历经忙而不乱的切分 炒制 直到中井锅子 在酒精战阵的大厨手里 正暖锅分明就是一处 展示山野风情的小小雾台 六盘山独特的蜂窝环境 滋养出雇猿人坚韧而又包容的性格 在日常收获中也兼容了许多西北风俗和餐饮习惯 冠冠茶就是其中的代表 隆德自古 商骨云旗 素有中国西部汉马头之称 过去 当地人们在劳作间生活熬茶 过着一口磨一口茶的悠闲生活 如今 随着生活节奏变快 在城乡之间 灌灌茶也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 灌灌茶是家同亲人朋友间的情感纽带 虽饱茶的风势与气聚在不断更迭 但不变的是茶文化里的香里香浅 家乡的味道是我们最难忘的味道 无论是香气吸人的暖锅 还是滚烫的灌灌茶 都是宁夏人维系情谊的一种古老 而又有向的美食符号 也是游泽归香的路标 让我们得以联想到 宁夏的山河美丽 物产富饶 只要来过宁夏 你便会感慨 这块色彩斑斓 而又宁静祥和的土地 像极了古教 在中国西北守护着 绵长繁荣的丝绸之路 也守望着我们对家园和美食的 无限向往 中文字幕提供